而目前累计的罹难者人数已经突破34000人 虽然黄金救援时间过去 可是还是传出不少振奋人心的奇迹 像是画面上这名女童她躺在担架上 看起来是惊魂未定 因为她被埋在瓦砾堆当中 长达150个钟头才终于获救 还有一名64岁妇人也幸运存活 另外地震之后有不少人也焦急寻找亲友 有位75岁的妈妈等待了好几天 才终于和失联的儿子通上电话 放下心中大石她激动落泪 而希腊外交部长邓迪亚斯 也放下跟土耳其的旗舰 亲自前往灾区视察 目前土耳其至少有6000栋建筑被震垮 现在当局要调查豆腐炸工程 逮捕涉嫌偷工减料的承包建商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